三分 球不进 但这球 补中了 心理棋补中 全场逼 失误了 这是机会 看本格登 本格登今天两次都没有把三分球投入 99比105 本格登自己也很沮丧了 关键球 关键的处理时机 都没有能够抓住机会 这时候朗多是非常重要的 你现在你不能让所有人接球 你必须出来接球 刚才还想说公牛队很难说两分打中之后 逼着卡尔特人出失误 这是一支经验丰富的 不容易随便犯错 拱手让人机会的球队 但是这边已经锋利了 卡尔特人队把四季最后一次暂停用了 那么这样就等于 他已经没有退路 在暂停这个 他没有缓接 那么当对方这种 回过头再逼你发球的时候 你必须把球发出去 否则就无秒为力了 尽管刚才公牛丢了一个 让雷亚伦打了一个2加1 但是马上公牛 打进之后就地的这个 防守打的还没错 皮尔斯是一头冷汗 自己摸了一下 这时候一定得跟对方咬到最后 公牛队最后这个 是皮尔斯